我準備要搭MSE榮耀號的郵輪 前往沖繩執行 五天四夜的旅行 我喜歡那是騎得水晶街址 五天四夜金龍港啟航 停號沖繩 納霸和石岩島 一個人是 登船的前衣就 一定要做些什麼呢? 一定 一定要 今天小小伙伴了嗎? 嗨嗨小子在這邊看你家 這裡是金龍港 我準備要搭MSE榮耀號的郵輪 前往沖繩執行 五天四夜的旅行 這是我第一次搭郵輪 所以還蠻期待的 我也會記錄下來 我在郵輪上面的所有娛樂 生活的小細節 公約給大家分享 接下來呢 我們會停留在沖繩本島 還有石岩島 都會好吃必逛必玩的 都會記錄給大家 別忘了鎖定我最新的影片喔 那我後面的呢 就是在收拾我們拖運行李的工作人員 我們的行李即將被拖運到 後面那台超級大的船上 後面那台就是我們要坐的園輪 非常大可以坐幾千的 那接下來就行程 你就跟我一起出發吧 拖運行李的人龍 來陪我們拖運行李的嘉誠 我拖運行李的嘉誠 我拖運行李的嘉誠 陳音姐 你有吃早餐嗎 哪樣子 那你好大喔 在啟程登船之前 現在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要搭乘什麼樣的郵輪 如何訂艙房 以及一些洗錢小撇步吧 MSC是來自意大利的郵輪集團 在歐洲和地中海啟家 而我們要搭的輪廟號呢 是在2019年才首行的新船 17.2萬噸 19層甲板 2200多個客艙房 可以承載5600多名乘客 超級大的 什麼概念呢 一架波音7879的大飛機 也就是我之前土航商務艙的那一架 它可以承載的乘客量是300位 MSC榮耀號是將近5700位乘客 租租19倍 就可以想見這個船有多大啦 再來和大家聊一下 有哪些方式可以訂船票呢 最直接的就是透過台灣旅行社來訂購 通常價格會最高 不過最方便也最保險 比較不需要自己去另外再做功課 屬於花錢買方便的類型 那再來呢 就是自己在郵輪公司各國的官網 比價訂票囉 價格自然是最低的啦 但是如果要訂這種歐洲郵輪公司 網站大部分都是因外語比較多 因為台灣的商房 通常都被台灣的旅行社給包下來 沒辦法在官網訂 所以比較考驗外語閱讀能力啦 那訂票之後 很多細節是需要自己注意的 我們這次是選擇第三種方式 也就是和國外的旅行社來購買 當然前提是找到自己信任的agent 因為這個風險通常比較高 如果遇到不下業者的話 他可能拿了你的錢就不見了 那其他比較知名的國外旅遊網站 也是不錯的選擇 像是iCruise Vocation2Go 都是網上大家很推的訂郵輪管道 我選擇的是內餐房的FANTASTICA方案 五天四夜 金龍港起航 停泡沖繩 那爸和石淵島 不然按上行程 按上行程我之後會在影片跟大家介紹 金卡打完九五之後 一個人是一萬四千四百二十八塊 我們提前九個約定 還剩五十元的美金船上折騰費 竟然連兩萬都還到欸 甚至還不用一萬五 然後這邊就要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哪些房型和艙房等級的方案 還有會員的資格啦 MC有分為內餐房、海警房、陽台房 和一些特殊的YC房型 YC就是 那內餐房就是沒有窗戶的小房間 最便宜 如果只是短航程 然後在船艙內時間不長 就是圖個晚上睡覺的地方就好的話 那內餐房就是CP值很高的選擇喔 我自己這次就是住內餐房嘛 那海警房就是比內餐房多了一個小窗戶 但是這個窗戶不能開 可以看到海 可是我覺得實際上跟內餐房差距不大 如果是陽台房的話就比較有差距囉 它就是可以從露台走出去 有自己專屬的陽台可以看到海 如果是在夏天的話就蠻適合的 但如果冬天不想要去外面吹海風的話 那可能就不太會發揮到陽台風的功能 說完房型來聊聊等級方案 就會影響到你在船上的遊戲體驗 MC有分為三個等級 輪低到高分別是Bella、Fantastica、Aurea 高等級會涵蓋下面等級的所有福利 在外加額外的選意 Bella就是最基本的免費設施和餐廳 其他的服務就都是要收費的 而且下訂之後就沒有辦法免費更改行程的資訊 也不能夠選擇你自己想要的餐房位置 那再高一個等級的Fantastica 就是可以免費一次更改行程資訊 選餐房免費早餐送客房的服務 以及24小時全天候的客房服務 跟特色付費餐廳八折優惠 我自己覺得最實用的是 有提供主餐廳的免費瓶裝水 聽起來這樣還好對不對 但其實在郵輪上面能夠免費取得 飲用水的機會真的很少 房間也不會另外提供礦泉水 如果真的想要喝水的話 都是要另外購買貴貴的酒水方案 或是帶著自己的保溫瓶 到15樓的自助餐廳去裝水的 所以其實有涵蓋主餐廳免費瓶裝水 還可以帶回房間的這個Fantastica 房案我自己是覺得蠻推的 那再來最厲害的就屬Aurea囉 它可以任何情況都優先登船或下船 優先託運行李啊 又有香檳和巧克力的迎賓禮 免費使用SPA設施 不限時段都能夠到主餐廳用餐 還有各式餐廳設施的優惠折扣 再來要講到本片最最最最重要 學會就臨員享受超多福利的 會員等級攻略啦 MAC有分為五種會員等級 歡迎卡 今天卡 銀卡 金卡 鑽石卡 理論上都是要靠多次的航程累積 就像飛機一樣慢慢累積里程升等的 但眾多等級中最讓人有感的福利 大概就是金卡和鑽石卡 所以我們著重和大家介紹 所以來看看怎麼樣能夠輕鬆取得 金卡比較常見的幾項福利 有航程中免費一小時的SPA區使用 這個SPA區是頸線水療沒有好按摩 還有免費的雞尾酒會照片 免費的生日蛋糕 優先使用接駁停靠港上船 這個我是沒有用到啦 船上照片7折 船票95折 Wi-Fi 9折 還有洗衣服務9折等等的福利 鑽石卡的優惠就更多啦 比金卡還多出了起航離船日當天 優先登船和離船 或是延時退房離船的服務 這個跟Aurea有什麼不一樣呢 剛剛Aurea是無時無刻都可以優先嘛 這個的話是只有在守航日跟離船日當天可以優先 鑽卡會員呢 還免費享有一次付費特色餐廳 還可以帶同房的旅客一起去用餐喔 鑽卡會送氣泡酒和巧克力水果迎賓禮 預保和拖鞋 還可以參加鑽石派對 船長會一桌一桌去敬酒和跟你聊天 那折扣的部分 照片6折 Wi-Fi 8折 洗衣服務85折 賽車遊戲5折 那除了乖乖搭船累積點數 還有哪些方法可以匹配到金卡甚至鑽石卡呢 其實可以透過其他指釘飯店、郵輪、航空公司的 高階會員來匹配 連booking.com都可以喔 那如果你今天是小資族 或是你本來就沒有那些高級飯店的會員 和你們分享一招 註冊相隔禮大集團的會員 會直接去金卡 那你在取MSC會員匹配的網頁裡面 將資料輸入進去之後 等待審核的回信就可以囉 就可以享受跟MSC金卡同等的身份 來定久五折的傳票 以及享有那些專屬福利了 直接省去了多次航程的累積 不過要注意的是啊 MSC會員只能夠匹配一次 也就是說如果你先用這個方式匹配到了金卡 那你就不能夠再用其他的方式 重新匹配到賺卡之類的喔 除非你換一個會員資料啦 例如說名字中間加一個空格之類的 關於等級方案的部分先說到這邊 接下來來說 行錢準備 從訂完票都登船之前呢 需要準備哪些東西呢 拿到訂單編號之後 首先要做的就是 下載MSC4ME這個APP 這個APP是結合所有航程資訊 船上通訊 活動預約 以及船票與醫生的實用程式 在登船的前一個月 就可以到官網去辦理線上check in 填個資啊 緊急連絡人拍大頭角 跟你們說大頭角超級難拍 不過沒關係 如果你失敗的話 也可以不用拍沒關係 就直接在登船的當天 去櫃台裡面 他會重新都幫大家拍一次 所以這部分是還好 但最重要的是你check in的時候 一定要事先綁定信用卡 為什麼呢 這樣才能省去你在登船時 到機台去排隊人擠人綁定 或是到櫃台儲蓄美金的時間 綁定信用卡呢 是為了核銷在船上所有產生的費用 就算你是都使用免費設施和餐廳好了 但每一天船上都還是會合你收 一人14.5美金的小費 住幾個晚上的話就收多少次 比如說五天四夜好了 那他們就是收四次的房間整理費的概念 那再來還有當地的靠港觀光稅 如果沒有下沉的話當然就不用啦 出門在外難免有風險 除了常見的旅瓶線 也有專門針對郵輪旅遊的郵輪線 我是在出發前一個月薄的 我自己是選擇的這套風啦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產品 或適合的產品 郵輪線和旅瓶線不同的地方 在於它除了意外醫療 還結合了郵輪形式的旅遊不便險 針對行李損失啊 延遲或是行程被迫取消改期所給的補償 當然既然要出國啊 常見的換匯 海外優惠信用卡的額度提升 或是要更新海外網卡 依信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那這對郵輪旅遊最重要的 還有按上行程的安排 不管是自駕遊的車輛 還是跟團的行程 包車的公司以及經典門票 都要事先預定好 畢竟你不會想要和5700多人一起 跟船製程車吧 關於這部分之後 沖繩島上幫幫影片 再來跟大家介紹 那在跟船的前例就一定要做些什麼呢 一定要印護照銀本 而且至少兩張 因為上了郵輪以後 護照是被船公司收走保管的 上觀光卡的就是這個護照銀本 和被命被海關貼上的入境貼紙 所以一定要準備好囉 但如果真的忘記的話 還是可以補救的啦 托人行李後面還有一處 是能夠緊急影音護照的 最後機會一定要把握住喔 再來是影音船票 這是為了以防萬一啦 以免電子傳票有什麼網路因素 或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找不到或是不見 多一個安心的保障 再來是針對所需行李箭數的行李條 基本上是印兩張就夠了 但如果你的箭數多的話 也是可以多印比較保險 基本上MAC沒有針對行李的數量 和重量做什麼限制啦 但還是要量力而為 因為船房已經很小了 而且日本又那麼好買 輕便就好 關於行李的部分 我之後再做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紹 可以帶什麼適合在郵輪上面使用的好物 至於關於更多MAC榮耀號的攻略 就要持續鎖定雷比卡的頻道囉 那就讓我們繼續回到 出鏡登船篇 要拿我們日本的入鏡卡 然後貼起來入鏡卡之後 到櫃台進行報導 就可以查驗身份 然後準備先往那邊的登船口 登船 拿到我的船卡了 這個船卡呢 上面是所有的消費啊 房卡的感應等等 都會在這個船卡上面 那我呢 就自己準備了一個證件套 就把它給裝進去 這樣子的話就不容易搞丟 然後掛在脖子上面也很方便 準備登船的排隊人潮 我超 之前看不到鏡頭 真的建議要早一點來排隊 有些船有已經登船了 好 耶 很像在坐飛機前 又經過那個空橋 一樣要過了海關 貼上貼紙之後才可以上船 左邊的話是非國人出入口 這邊的話是自動通關跟機場一樣 我堂妹現在吃不來 看來好像是都畫在一頭 你看他這次闖關會不會過 那個白色外套的就是他 好第一關過囉 你看他第二關會不會過 哇第二關過不了 哇第二關過不了 終於啊 我們來訪問一下 陳怡傑為什麼一直拍照過不了呢 我們看一下今天你的Drum Rock 好像很胖 哈哈哈哈 好我們上船囉 好興奮喔 這就是郵輪耶 幸好就是騎著水晶街址 我們走上去 突然有一種小茶餘扣地的緊急郵輪生活啊 各種電靈的場景 去看一下現在看過去的基隆港 長什麼樣子 後面那邊就是基隆港 期待我們的郵輪是不是要來吃了 這裡就是我們的房間